行政院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去年经济成长率概估 从原先预估的1.74%调高到2.19%增加了0.45个百分点 确定去年GDP成长率保二成功 主计总处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第四季的出口有优异的表现 民间消费也回稳了 整理来说虽然不经理想但是已经有明显的进步 总算保二成功 行政院主计总处28号公布2013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概估 结果由于预期有2.19% 高于原先预测的1.74% 主要原因是财政部将去年第四季的出口金额上调了22亿美元 另外基本金属和机械产品出口也有意外增长 带动整体输出实质成长达3.95% 去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2.19% 比起预测的1.74%是高出0.45个百分点 第四季的该股统计跟前年同期来相比 是成长了2.92% 那包括商品出口 民间消费以及国内投资的表现都是优于预期 除了出口表现加汽车业和零售业也有意外好表现 让第四季的民间消费回问 也是去年第四季GDP成长率由原先预估的1.22% 大幅要升到2.92%的主因 而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的脚步加快了呢 当前的一个景气状况的描述是风险 复苏跟风险并存 主要的风险包括美国QE退场的速度还有影响 那以及这个欧洲低度通膨的一个风险 那另外呢日本提高消费税的一个影响 那以及中国大陆持续结构改革 可能会牺牲部分成长这一部分的风险 2013年GDP成长率原本饱而不成 饱受外界批评 没想到拜去年第四季的好表现 全年GDP成长率最后还是守在2%之上 可说是喜出望外 主席总出强调数字都是据实已告 并非粉饰太平 而这股复苏力道能否延续到2014年 各界拭目以待 雨点TV陈旭文 蓝庸森 台北报道